海鷗的聲音裝置 我們把它暱稱為海鷗的聲音裝置 以及指向喇叭在場地內的表現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次來測試的第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是叫它叫做海鷗 因為它的姿態有點像是一種飛行動物 一張板子 一隻鳥 有些會是有兩根繩索所吊掛著 有些會是三個繩索所吊掛著 那三個的話就可以真的像鳥類一樣 就是會有正式的姿態 不鏽鋼板還有一個有趣的狀態是 它會成為一種比較反射現場環境的一種材料 因為主要是我們在拉扯這個雷板的曲線的時候 它會讓燈光的折射變得比較不可預期 就有點像是你把聚光燈打在水波上面 你不知道它反射出來的光暈會是像什麼樣子 裝置的第二個品項 第二件重要的就是指向喇叭 那指向喇叭我們在前面的作品裡面已經做了一些改造 所以這次會來決定一下它在場地裡面放在怎麼樣的位置 所以會是我們最理想的表現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剛剛談到的那個Transducer 它可能會放在樂器上或是可能甚至會被表演者來操控 那那個可以算是第三類的裝置的設計 另外就是我們的樂器或是表演者進到這個未來會是一個空場的狀態 就是沒有大家習慣看到的無論是單面或是三面的各樣東西 我們比如說做凱琪的時候其實是真的一個滿小的Team 那這次的Team跟凱琪在成員上的不同是我們多加了其他的音樂的表演者 上次凱琪的表演者是我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有多了另外一個這個表演者的身份的介入 以及這次多加了一位在凱琪的時候比較是導演的統籌的這樣角色 但是在這一次燕冰做的是一個所謂的構作 也就是說它有點突破往常我們對於導演或者是編劇或者是文本的這個想像 這個是跟以往的Team在成員組合上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加這些人就是希望讓這個對話希望讓這個火花可以更劇烈一點 我還沒有活著 旁 rud斯桂